大家好 就是上照片就是怎麼講 就是那時候第一次然後我們都是一群高中生 因為我們是從高校開始 然後因為十年國教而站上街頭的樣子 然後可是我們不是非常鼓勵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逼不得的樣子 對 然後可是我要說的就是關於 就是對教育改革的這個 這個白老鼠教育改革者 這個路程就是跟學長講的有一點點像 對 配分成就是我個人跟大家兩個階段 大家的階段就屬於是 那時候推行的也叫做十二年國教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Facebook剛推行的時候 就大家開了一個活動 然後就一直在討論 就是各個學校 全國的學生 就討論說十二年國教是什麼 但它很多言論都只是一些批判性 然後就是那時候我跟一些人發表去言論之後 大家就聚成了共識 想說我們在網路上 這樣子不能去影響大家而成立一個會 而且這個十二年國教 就是讓我們開始有個 我想是這種啟發嗎 因為就是我們是一個 從小就是歷經不同的教育改革的一個學生 可能實際上是監獄是數學 然後書包減輕 或者是像很多的 就是說不完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開始想到說 為什麼我們這一生 也沒有這一生啦 因為我才二十歲 對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 就是受到很多的教育改革後 發現到我們自己在某些的課業或是學習上面 有一些的不足或是我經歷 可是還是拿不到我想做的樣子 然後第二部分是我個人 就是跟學校的這個部分 就是也是一個女神這樣子 對 可是我好阿賢想說 對 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剛好認識一個女神 然後她是職校 就是在新竹區一個就是大家會覺得比較差的職校 對 然後就是她那時候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 你知道怎麼講 好阿賢想 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互相喜歡這樣 可是是不被大家接受 因為大家覺得那個學校很爛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想 為什麼就是我們同樣繳 可能就是繳錢去讀學校 然後會有不同的一個待遇 這也是讓我個人就是對教育產生一個就是 我們教育到底對我們的影響 是正面來的反應 對我們該爭取的部分 我們要爭取什麼權 對 然後這個小說那時候還蠻豐盛 然後還可以進 因為那時候在學課的時候 害大家不讀書 對 然後我們到下一個這樣子 是這個嗎 對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 就是剛才有講過 就是我是那個國家認證影響學人 會不會講 就是基本上 我是從十二年國教開始 改變 然後這也是二一零一牌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要參加一個特教 特剛的一個怎麼講 就是那時候推行十二年國教 就是推行十二年國教 造成特教的一些 特剛的變動不良 然後我們也去幫忙他 後來就是被儲去當一個發言人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我現在 就是我現在講 是我前半段的一個小故事 後半段故事是 慢慢的因為一些原因 然後就是 怎麼講 就是進入了 也沒有就是進入了政黨 可是我還是沒有黨政之類的樣子 對 就是進入了政黨 然後像剛才有說 需要政黨工作可以問我的樣子 對 好 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可以問一下嗎 大概有經歷過建構思數學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建構思數學 對 那他跟我一樣 因為建構思數學真的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個人覺得 他對我處理照相當大的暗殺 那我再問一個 廣市的高中大學 誰有受過影響 你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就是在廣市的高中大學之後 知道怎麼講呢 就是其實這個 就是很廣 因為大家其實都有 就是應該都有經歷到 就是一段時間 科大 很多莫名改設科大 然後很多學校莫名的就是 不斷的建立大學 讓大學的錄取率越來越漂亮 然後就是說 我要講一個就是對教育改革的感覺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高中生 然後是參加可能前階段 當然是會有一些抗議的階段 因為這個沒辦法 我們只是一個學生 當然我們沒辦法影響這個政策 所以可能會透過一些抗議 不會很激烈的抗議 可能就是像記者會方式 讓大家能夠 注意到媒體能夠看到我們的一個訴求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慢慢的一些跟政治力的一些交流 就是讓我們慢慢發現 其實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關心教育只在於他的選民 到底比較不了解這個教育有問題 如果了解有問題的話 他這些選民反對這個政策 他才會去尋求選民 幫我們選民改變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知道選民 因為要改變這個問題就選他 如果選民不了解這個政策 他就不會去想辦法去改變 然後教育這種東西是蠻複雜的 所以說選民大部分的時候 是不會去研究 也不會去跟政治人物去表態這樣子 這時候就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政治上會這麼冷感 然後再來就是教授的部分 教授部分很多的想法 他們是從國外莫名的移植進來 然後他可能是 他覺得這個 看到他一個很表面的效果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對台灣很好 他就把他被移植進來 我們覺得在想 為什麼教授他們做這樣的決定 沒有去過試驗 沒有想過大家的一個 未來會有什麼發展 然後這就是那時候去抗議 我們的那個披薩烤題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披薩烤題 就是台北想要實施的時候 因為是這個很新的制度 然後他沒有就是實驗過 那時候照成普西班就是大開 然後我們更多的家人學的抗議 然後那天抗議 然後我們遇到林弗萊教授 林弗萊教授就是當初 就是建構思數學的始作俑者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滿氣的 對啊 終於看到抽人 而且還聽說他賣一些教材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剛剛講的 意想教育政策的路程 就是本來就是很單純的學生 可是到就是政治力的介入之後 慢慢的一些政黨就是可能會因為 你過去可能因為抗議 慢慢增加你普攻率 然後到時候就是變成你可能是 稍微稍微很小的很小的 很小的知名的 很小的知名的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政黨會慢慢 煙攔你進去 然後我們會發現 可能像很多人有很多做法 可能是寫社論或是寫書 或是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對那都有幫助 可是我們發現政治這塊 他幫助其實也有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我們要改變這個 台灣的教育 我們要如何去去施行 這時候我們就會想 對於一些可能 因為我才是大額 所以可能是寫社論 不寫書的部分 我們還不能做到 所以我們就是進入一些 就是一些研究計畫 或是去學習 然後試著提供自己意見 還有就是政黨 政黨部分就是說 我們能夠影響一些委員 一些意見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慢慢的 我們這個學生會 就是跟政治結合之後 我們提供了一個管道 就是未來那些官員們 他可以知道說 我們對哪裡有問題 而不會就是 像我剛才所說的 他只要民眾不吭聲 或是他覺得民眾 都沒有一些想法 他就不會跟著去做 所以就是我們覺得這個管道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 就是很政治力 可是我們想一想 發現其實如果能夠有這個 真正能影響的管道 所以我們還蠻開心的 所以我們還蠻開心的 然後就是我們搭乘的訴求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這個訴求就是像那個 披薩考驗剛才抗議的 還有一些國教啊 還有就是家長爭處 這樣爭處那是蠻誇張的 就是 就是像 犯罪紀錄一樣 你只要有一點 有過錯 你的升學就會有問題 對 然後面臨挑戰就是 十二年國教上路 因為 真的十二年國教裡面 除了大家可能所看到的 一些制度裡面還有 政治的介入太多 雖然我們做我們 只是單大學生 沒辦法去 能夠改變 所以他還是會上路 可是我們還是想盡辦法 改變他一些不公平的必須 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是想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過程 可能畢業之後 我們就忘記我們這塊 學習的路程 可是我們會想說 到底我們這個學習的權利 有沒有受到完整的照顧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能 可能不用像我們一樣 走上街頭 或是去上一些節目 或是說 找議員成績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們能夠 想想看 自己過去的教育 有哪邊是不對的 然後 對自己的教育 提供一些意見 然後改善 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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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